1. 美国债务危机再次爆发是挑战还是灾难?美国如欠债不还,中国的债怎么办?美国师都不扬,中国只能坐以待毙。 其实不然,下面的这一长串数字堪比元素周期率,而它证实美国所欠的国债数据,美国远比世界想象中的穷得多。 美国未尝联邦政府债务余额,图一美财政部网站。 当地时间12月2日,美国财政部更新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已达31.36万亿美元,这是一个怎样的概念? 美国去年全年GDP也不过在23万亿美元,也就是说,目前这些国债,美国政府需要不吃不喝,苦专一年半才可以将美国国债勉强缓清。 问题就在于这个数字美国还在持续上涨,化销也在逐年攀升,从未减少。 直至今日,美国债务规模已达31.36万亿美元,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法定债务上限为31.4万亿美元。 没错,美国马上将会出现债务违约。 超过法定债务上限,债务违约对于美国意味着什么? 对于美国将意味着,美国财政部将无法再通过发行更多债务来未现有的债务融资了,加印美元也将变得无济于事。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对于美国来说也一样。此时,美国就不得不采取经济调节冒险措施来为自己的行为买单。 究竟是怎样的冒险措施呢? 这一冒险措施就是美国将不得不提取其本国外汇稳定基金储备,先行用于支付账单。 代价又将是什么? 代价就是美国将必须忍痛割爱,让美元贬值来进行还债。这样一来,美国的霸权地位将不复存在。 但最让美国心痛的是,这也仅仅只能保证美国短期内在国际信用不造成违约,但也没法彻底解决美国债务危机。 若美国再次违约,其信用等级将直接下降为AA-负或者更低也将糟糕。 也就是说,一向享受最有等级的美国,或许就连养老基金和社会基金等这些基础保障都无法满足国内民族需求了。 二、国战危机昨日重现,美国是否依然能够侥幸应对? 美国获奖迎来比2008年金融危机还要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意味着美国的灾难会来临,世界性的挑战将到来。 到时候整个全球金融市场和资本货币市场会因此受到严重牵连,导致全球性金融危机蔓延。 这场打击对于美国来讲将是前所未有的,这无疑对于曼哈顿岛上的悬挂的国债中是一种赤裸裸的侮辱。 美国的国债中本意是用来提醒美国国债发行量标准的,但随着美国国债不断增长,近年来国债中总是被美国以维修为借口拿来提高其国债额度。 一时间,美国国债中名声大噪,这也必然归功于美国这一令人迷惑的操作行为。 那就是美国每次都会借维修之名对国债中上面的国债额度进行上调设置,维修一次后面便多加一个零,这一调整,国债数就能让美国不吃不喝换三年才能缓清。 更为糟糕的是,几年来,美国国债非但没减,而且还在持续飙升。 所以,如今,美国国债中也早已偏离其境是美国国债增长的初心,反而成为美国自欺欺人的佐证和手段罢了。 著名经济学家卢利埃尔·卢比尼大预言家就预告称, 美国可能会迎来第二次经济衰退,通过对上世纪七十年代滞胀和2008年债务危机的特征,预言将引发一场弗兰肯斯坦式的宏观风暴。 这将对美国是毁灭性打击,对世界来说是一次艰难的挑战。 就在近日,美国全球经济研究所发表的研究报告表示,除非发生极端情况,未来世界经济的超级新霸主将是中国。 以上信息虽也只是一种预测,虽不可全信,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但是,就目前发展来看,美国债务危机的潜在风险确实是一种极端情况的存在。 三,美国如何应对?既然事态这样严重,咱中国买了美国国债了吗? 自然是买了,而且还不少。 今年十月份,我国单市美元外汇储备就是三万多亿美元,折合人民币有21.3万多亿元,相当于日本2021年外汇储备的三倍。 而日本去年GDP也才3.93万亿美元,也就是说中国对美元的外汇储备量,日本一年不吃不喝都赚不够。 那么中国经济会受影响吗?不但不受影响,中国还可能会转危为安。 为什么这样说呢? 谈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说一下2008年的四代危机和2009年的欧债危机。 2008年,美国四代危机导致美国经济一路下滑,美国政府被逼无奈,开始疯狂发债。 四代危机结束后,但是给世界经济发展留下严重的后遗症。 假如当时美国经济复苏良好,那么之前所借用的钱就可以还上。 但问题是,美国后续经济恢复得不尽人意,导致资不抵债。 随后欧元区五国爆发了主权债务危机。 在2009年,就爆发欧债危机,涉及国家有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希腊、西班牙这欧洲五国。 五国为了调解国内经济失衡,各国纷纷进行发债,导致欧洲五国普遍存在借贷过重问题。 这五国纷纷采用过度宽松财政政策,导致货币逐渐零利率。 政府量化宽松后,就开始逐步向国外发债。 政策以刺激经济复苏,在财政上继续不断加大发债总量。 欧元区国家间的经济发展失衡,导致国际收支危机。 而这些国家的财政收入和中国一样,绝大部分都来自纳税人。 金融危机爆发后导致内外经济持续动荡,纳税人的钱也越来越难赚。 这些国家也将彻底失去薅羊毛的机会。 反宽中国,中国一直都没有采取宽松外放的货币政策,自然也就不会导致被迫发放外债。 中国人自古亲钱持家,这是道理中国人。 可是恨凑以前就懂了。 这些国家迟早会明白一点,如今所花出的每一分钱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自己未来能否有能力尽快赚回。 那难道说这些国家就可以不还债务了吗? 并不是。 税是税,债是债,税是本国纳税人的钱。 国家真到了钱率寄穷时,税是可以不用还的。 但问题是,债是必须要还的。 不但要还,而且是世世代代代,足足备备来还。 中国的底气不仅仅只有解放军,还在于这里。 如果美国无法偿还国债,比中国更为着急的国家不是日本,更不是欧洲国家,而是美国自己。 美国国债已达31.36万亿美元,其中持股最多的当属美国国内投资者,其次才是海外投资者。 而中所周知,国债作为投资风险最低的债券形式,美国公民又岂会错过? 美国不还债,美国公民又岂会饶过美国。 中国贸易顺差将近20年,投资还是抛售,自是拿捏自如,必然会全身而退。 随着国际信用体系的联合制裁,美国到最后也必须得清算自己的资产来抵债。 不够抵用呢?美国怎么办? 人在穷途陌路的时候,常常就会选择比较极端的应对措施。 有网友抑郁中递,美国用借来的钱发展了军事,打败债全国,用武力征服整个世界,所以债务不用还了。 不能说完全正确,但是也不排除这样的因素。 美国山穷水尽,中国留安花明。 美国山穷水尽,中国留安花明。